在大阪市北区一条河边跑步的时候听到呼救声 回头看,发现一个小孩在河里面挣扎 他立刻跳入河救人 但由于打风落过大雨,水流很急 几次想救个小孩都失败了 他之后上岸脱下件衣服 向个小孩被洪水冲走的方向跑,再跳入河 终于成功捉住小孩件衣服,将他救回上岸 爬上岸的时候,手上当然又流血了 而且指甲有点翻掉 这边有很多擦伤的地方,开的地方 那个小孩原来是在河边拍照的时候,不小心跌下河 他获救的时候非常虚弱,但并没有大爱 严峻英勇救人的事,其后受到传媒广泛报道 感动了不少日本人,还被日本望民叫做英雄 大阪警方也都向他颁发感谢信,以作加许 严峻两年前来到日本留学,准备出练春天读经济学博士课程 他说当日跳入河的时候,曾经以为自己会死,但一心只是想救日 共同社就引述他说,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希望中日关系也都能够因此稍为好转 无线电视机者与明珠报道 感谢观看